因为中文的概念是形容词摆在名词后面 前面 那么你看为什么我们会讲说 菩萨摩佛萨 摩佛是大的意思 印度语言形容词放在名词后面 很像德文 德文常常讲 他说德文很难口译 德文你没听完他一整句 你根本不知道 他最终谁是主谁是父 这个完整的意思很难 你没办法你讲前面他跟着就翻译 没办法这样 他就要很精粹 同样的道理 你比如说菩萨有一般的菩萨 有一般的摩佛萨 在印度语言里头 他要把摩佛萨讲完 你才知道他讲的菩萨是大的菩萨 还是一般菩萨 意思一样 形容词摆在后头 你非得要等他把话讲完 把最后那个形容词摆出来了 你才会搞清楚 他讲的是哪一种菩萨 这样听懂吗 但华人在形容词这件事情 他是摆在前面 可是有时候呢 有时候是形容词摆 形容词跟形容词摆在一块 他也没有什么名词 那他也可以成为一个什么 一个概念 那当然了这个呢 在西方比较少用 国语也比较少用 台语就比较常用 形容词加形容词 又等于另外一个形容词 是这样 比如我们国语不会讲红红 我们会讲红通通 后面一个是副词 拿来形容那个红 红通通 台语更朴素 而且他用音声来表达 昂昂 跟昂昂不一样 对不对 他会这样 至于说红通通 台语也有 就是副词拿来形容形容词的 形容词又拿来形容名词 这个东西红 红通通 意思不太一样 对吧 那台语呢 这个问题 听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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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可以 但是一毛 还有一种说法 也是可以的 他也是有副词 他说 红 级 级 有没有 级 级就是副词 是本来没什么太大意思的 但是 当他放在形容词后面的时候 那个形容词会变成不同的感觉 红 级 级 清 凉 凉 白 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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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级 苍 苍 俐 苹 苹 苍 苍 和 级 苹 还不这样 净到级 苹 阿 阿阿 妈妈 黑漏漏 又不一样 黑漏漏是在描述黑人的皮肤 黑漏漏 黑妈妈是在描述很脏 黑心心 又不一样 黑心心是在描述头发怎么样 黑绵绵的那种感觉 哇你勒 你看多少用法 对不对 所以它是很接地气的语言 很接地气 而且很多种语言用 很多种语言 我佛基不是常讲吗 去鹿港买香 闻起来很 香港人到鹿港买香 闻起来很香 都在香 但是台语就很好听了 香港人去鹿港买香 闻起来很香 你看不一样字眼 三个香不同发音 是不是这样子啊 是不是这样子啊 阿月这个月的月薪很低 阿月这个月 月薪 真假 月月 三个音 有没有 多丰富啊 那种感情多丰富啊 完全不会雾煞煞同一个音 多难听 所以唐诗诵词要用台语发音 你才会跟古人一样有那个韵味 他当年就是用和若语在造唐诗诵词 你用那个华语念就所谓的现在的北京女真族的那个语言念 有时候念不出那个音感来 还有我们那个什么 我们那个六句战啊 那个接引上经接 有没有 爱念金戒才会有押韵 你如果念接完全没有发押韵 那六句战那个什么前后那个你去念一下 那个是要念金戒要念金戒 那个戒戒戒戒戒戒就有押韵 你不用明语念或者是和若语念 你就没办法这么多的押韵感 这就是语言 我常常讲到语言真的很有意思 很能够表达感情 好